在19世纪中后期,中国出现了一个日后将影响两党的人物,他就是宋家树。 他是中国伟大的革命人士,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的父亲,叫做韩乔孙,出生在海南岛的一个小护人家。 《华盛顿邮报》刊载一篇对蒋夫人的悼念文,文中详述宋美龄的家世背景。 其中他父亲宋家树小时候就来到美国,由一位北卡州的工业巨子照顾, 直到他从杜克大学获得神学士学位后,才于1886年,美国教会牧师身份回到中国传教,并经营圣经应受生意致富。 道文说,宋美龄父亲的圣经应受生意大传后,即扩展到其他领域,不晓几年他已成为富商。 由于家境富有,宋父将六个孩子都送到美国求学。 宋美龄在美国住了13年,从魏斯里学院毕业后才回到中国。 由于宋美龄在乔治亚州启蒙上学,他的英文有浓厚的南方腔,宋家树他晚年的时候经常给孩子们讲述他年轻时候的故事,并且向他们灌输爱国的思想。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宋家的六个孩子的价值观。 在1918年,他因为得了治不好的肾病,在上海去世,那一年他54岁。 众所周知,他们为中国的发展道路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。 这就是宋家。事实上,可以这样说宋家孩子在,年少时期的感情都是非常好的。 只是在成年之后各自选择的革命道路不一样,所以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允许他们做得太近。 面临重大的政治抉择时难免出现不同的地方,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因此放弃了亲情。 其中,宋子文与宋庆龄的关系尤为明显。 宋子文与宋庆龄分别代表的是不同的政党。 组织暂时他们的价值观是站在统一战线上的。 他们都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平安健康。 长女宋爱玲,嫁给,掌握国民政府财政大权的孔祥熙,善于理财,赴贾天下,次女宋庆龄,嫁国父孙中山,成为国母。 三女宋美玲,嫁蒋介石,权势显赫,协助丈夫,开创民国新天地。 长子宋子文,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,中央银行总裁,外交部长,行政院长。 二子宋子良,曾任国货银行,总经理和广东省财政厅厅长。 三子宋子安,中国建设营,公司和香港广东银行董事长。 在政治、经济、外交等领域举足轻重。 宋家把大部分资金用于支持孙中山革命,是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财力支柱。 有人认为,他的子女之所以能拥有那样的地位,是因为他的关系。 所以,不是用出身就能简单说明的最主要是美国的基督教影响,又能对我们提供怎样的启示。 当然就是靠美国传进中国的基督组织兴起。 韩玉峰还回忆说,我们的祖父,因早年家到中落,农贤时间做烧药业维持生计, 还到东郊去挑叶子绳出售,或是到青兰港的船上做搬运工,艰苦度日。 1861年,二伯较准出生在家,约在13岁那年,他和大伯到东印度群岛, 在一个亲戚家当学徒,后来又到美国司查行当学徒,经过几番周折,碰上运气,受到美国新式教育。 他读完圣三一学院的全部课程,入田纳西州斯维尔达万德比尔特大学的神学院, 1880年接受洗礼,加入基督教,教名为查理琼斯, 成为北卡罗莱纳州一名为理工会传教士,进行传教,应受圣经,因此而致富。 那时他经常都领着家属回来扫墓,宋家姊妹不姓宋,也包括他的父亲宋家树, 英文名查理琼斯,Charlie,Johnson,浩耀儒,事实上他的本名是韩教准, 如果认祖归宗的话,应该称谓韩氏家族,而不是宋氏家族。 中华民国的国民党韩国瑜当高雄市长期间,赴中国为农渔民抢超过50亿的订单, 结果陆委会要开罚50万,主委陈明通甚至影射农渔民为只想吃饭的禽兽。 中华民国民进党从中央政府到地方议会如豺狼虎豹般, 不停狠咬攻击韩国瑜,在扣他一顶卖台的红帽子。 军系新国民党连线背景的韩国瑜,始终支持者应是深蓝选民, 但竞选期间,他刻意降低政党色彩,以经济一提非典吸引中间。 潜绿与年轻选民,二元圈18年,韩国瑜赢得高雄市长选举, 韩流也驻国民党取得15席县市长,对建制不满的名义, 投射在一位立场鲜明的领袖身上。 韩国瑜成了全台湾能量最大的民粹领袖, 因为深蓝的难民知道姓韩的, 现在大家应该搞懂中华民国,革命关键人物是姓韩。